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率今天是应该收羊的 事实上今天是收阴的 这个地方就提出一个问题 市场跟你的预判不一致的情况下面 一 要注意控制 交易的方法 交易的体系和你的预判体系 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 当你的判断的体系跟市场的实际走势不一致的时候 必须要通过交易的体系来弥补这样一个偏差 这是首先一点 另外一点 当今天下跌之后 需不需要在这边调整思路呢 原来我们的思路一直是认为在这个地方是震荡上行的走势 那么今天下跌之后 是不是认为这个地方可能要产生一波震荡下行的走势呢 事实上在这个位置市场的分歧还是非常之大的 来讲讲有一个普遍现在认为的一个观点 我们来看上证指数的周线 从上证指数的周线来讲 这个地方有人是认为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构成一个三重顶的一个走势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指标的角度来讲 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成为三重顶呢 有一种观点是认为 在这个三重顶前面的33013295 跟这次的305的出现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周线级别的KD阶指标都出现了史差的迹象 当然目前的情况是还没有史差 但是KD阶三条线目前是已经粘合在一起了 有观点是认为在这个地方会产生一波周线级别的回调 这次也是如此 因为这个地方KD阶指差之后 周线级别的指差之后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回调 这次也是3295也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回调 那么这次会不会重蹈上两次的负责 同样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回调呢 大家可以参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那么我们是如何认为的呢 在我们目前的一个交易体系中间 我们会看周线 周线目前确实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关键的位置就是周线级别的KD阶指标 粘合在一起了 这个地方如果本周不变盘的话 周线级别如果本周不变盘的话 那么下周就面临了变盘 如果下周继续下行的话 那KD阶指标周线级别的真的会出现时差 那很有可能去仿造前两次的走势 但是这个地方如果向上涨回来的话呢 KD阶指标可能就会这边 KD阶之间产生压制张嘴的迹象 那么继续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 另外呢 事实上我们还是要看股指期货的情况 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 从股指期货的角度来讲 事实上我们没有看到 在股指期货的级别上面 持续加空单的迹象 如果这边真的是一个大级别的顶部 它这个地方应该会持续的 空头阻力会持续的加空单 事实上今天三大指数都是加了空单的 但是我们看到昨天是减空单的 今天加了空单 这种加空单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持续性的 所以这个地方从空头阻力的角度来讲 并不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级别的头部 如果它认为这是一个大级别的头部 按照一般的逻辑来讲 它会在这边持续的不断的加空单 然后进行打压 这个迹象从股指期货上面 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 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 站在今天这个时点上面 我们冷然认为是在这个地方 并不是空头刻意要做一个头部的迹象 只是说这个地方是由市场的自然的交易行为 产生了一定的震荡整理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还看不出这个地方会仿造前面两次头部的迹象 同样产生这么大一个级别的回调 暂时还看不到 另外关键的位置就是我们设定的一些关键的位置 比方说在明日抢先报中间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这边有个关键的支撑位在哪里 这种支撑位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控制的位置 比方说上阵指数这个地方 本周一的最低点 3243点就是一个重要的控制位 平时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支撑 但是如果跌破 收盘跌破 今天盘中是跌破了 但收盘又收回来了 收盘收回来了 就转为为安了 如果收盘也跌破了 你就知道 这就是一个大级别的顶部 比较有级别的一个顶部 就彻底形成了 同样对五零指数也是一样 五零指数在这个地方 这种关键的这根线是不能跌破的 今天也跌破了 但是非常巧合之事 今天五零指数收在哪里呢 2611 这个位置什么位置呢 是2610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当然多头主力也知道 这种关键的位置是不能跌破 如果跌破了 如果收盘跌破了 有效跌破了 当然这个市场中的一些短线车码 都会涌出来交给你了 因为你有效跌破之后 这个地方 昨天我们就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地方就真正形成一个 头肩顶的形态 这种形态 对技术分析角度来讲 是比较恶劣的形态 是不能冷受的形态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 还是一个转为为安的走势 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讲 今天下午的这个向影线 也就是今天下午的这个震荡回升的走势 非常说明问题 为什么我们认为 这个地方的回调 不是阻力 有意刻意要打压的迹象 只是一个市场 技术的角度 自然换手造成的一个回调呢 主要就是我们对 今天下午的回升的理解 今天下午的回升 一定不是个人投资 蜂拥而入 抢筹码的结果 一定是多头主力 在这个地方 踊跃接盘 有意的 要去维持住 这样一个重要的支撑位 不被跌破 3243点 而拉起来的 这一根下影线 如果我们这个分析方法 不错的话 那说明 今天市场的多头主力 给市场发出的一个 明确的盘面语言是 在这个地方 调整是可以的 但是我是有底线的 3243点 对商政指数来讲 是不能挑战的 如果挑战了 有效跌破了 所有的跟风盘 就会蜂拥而出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今天的走势 跟我们昨天的预判不同 我们要在交易上面 交易体系上面 进行控制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天是在 明日抢签报中间 说一些关键的点位 这些关键的点位 就是控制点 如果跌破 这个地方就要给大家 系上一根保险带 如果有效跌破 你也得在这个地方 适当地减仓 来规避 短线的风险 从中期的走势来讲 我们没有疑问 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 如果它跌破这根下轨 这根上升通通的下轨 这根下轨 那你要真的 要小心了 如果它跌破下轨 那就意味着 这一波的调整 是对3016 3022上来的 总的一个 级别的一个调整 但是如果在这里面 运行的调整 我们还是认为 它是一个非常 短线的回调 只要我们给大家的一些 关键的点位 没有被跌破的话 我们冷然认为 这个地方 多头阻力 只是进行一些 有效的 可以容忍限度中的 一个 有限的调整 这种调整 还是可以容忍的 和接受的 只是为它 未来的一个上升 重新回到上升的轨道 打下一个消化 整顾的基础 这个观点 供大家参考 好的 有关今天的视盘交易情况 以及消息人的情况 我们先进短片来看一下 编辑给我们 汇总的具体的内容 近日市场全线回调 互指开盘后 窄幅震荡 临近五盘快速跳水 跌幅一度超1% 五后震荡反弹 跌幅收窄 最终收跌0.42% 中小板指稍显抗跌 早盘大幅冲高 随后跳水下行 五后窄幅震荡 收盘微跌0.09% 汇率方面 近期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连续上涨 今天人民币中间价 大幅上调305个基点 突破6.7大关 盘中一度冲击6.65一线 市场人士认为 美元的连续下跌 导致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上行 而人民币 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 则保持稳定 板块方面 近期食品饮料板块个股 不断上行 多知白酒股 牛奶股 付权价格 创立时新高 分析人士称 在行业复苏 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具有高成长 与低估值特性的 食品饮料个股 将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行业方面 国家能源局 日前已同意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公司 上报的 华龙一号技术融合方案 这意味着 国内其他计划 采用华龙一号的核电项目 离获得国家核准建设的目标 又迈进了一步 分析人士称 核电板块 或因此受到利好支撑 好的 欢迎回来 首先把今天来到 演播室现场的几位嘉宾 介绍给大家 在我右手边的是 谭家运 林龙石和葛建颖 葛姐今天的角色是评论员 等一下要帮我们 对两位掐屁的观点 进行一定的评论 先跟嘉运讨论一下 这个阶段 上证指数 一直是在 震荡整理的过程中间 创业版是一个 震荡走高的过程 对各个分类市场的看法 怎么看 我对上证指数 我短期是看空 但是长期是看多的 因为短期的话 我带了一个图 从技术面上来看的话 因为第一次到3301 它的成交量 天量是3400亿 然后3295点是 3266亿 而这次攻到3305 只有2700多亿 量能不贵 很明显是量能不足 但是所以上证指数 在这里就有一个 关前整理的需求 所以我判断这一波 而且它在整理的时候 只有量能基本上 维持在2300到2700亿之间 所以的话 它量能也没有明显缩下来 只要等待它回调 然后量能再度放到 3000亿之上 这样就是让股指开启 在3300上方运行的一个信号 所以的话 就是我后期还是看多的 而为什么这里之前 不是像构成那种三重顶呢 因为之前像我们所看到 熊安那波涨的时候 它很明显有个吸血效应 就是熊安在活跃的时候 其他各板块都是下跌的 而且随着股指也是下跌的 而这波领军的保险和银行 这个盘子不是普通的散户 是能够带起来的 很明显是有增量资金 我们不知道是国家队还是养老金 肯定是有增量资金来带动 而且明显是把指数往上拉一个台阶 所以的话 这波行情应该还没有走完 而且7月17号的那根大阴线 仅用了两天就把它完全收复了 很明显是一根洗盘K线 只要后面的指数不跌破 这根阴线的头部 所以我判断就是后期还是能看多的 这个是对上显正指数的判断 就是这个地方还是关键整理 叙事要突破的 对 而且最近的热点板块 像周期类品种 它们的龙头股已经都有翻倍 甚至三倍的空间 所以它们回调个百分之二三十 也是正常的 但是指数为什么回调不升 因为还有好多指数的标的股 它没有涨 所以可能还会中间有个维稳 或者是龙头股 它会有反复 它也不会一下子跌下来 这是对上显指数的一个基本看法 那么对创业板呢 创业板的话 我现在是翻多 因为之前我一定是看工 觉得创业板 因为没有上涨的逻辑 而现在的话有点区别 一是从技术面上来看 技术面上来看的话 创业板的六四天线 牛熊分界线 它已经开始逐渐走平 它扣底的位置 已经和现在的位置差不多 所以的话一根走平的K线 它对这个股指的是没有压力的 所以的话这里的话 只要放一点量 是可以冲上去的 然后既然指股指没有压力 那我们再从基本面上来看 其实创业板最近逐渐的在公布中报 它那个好多公司的业绩都是很好的 所以局部个股的创蓝筹 他们的PE市盈率都不高 甚至有的都低于30倍 所以的话这里已经是有可以买入的价值 而且但是随着最近中报的消息面上来看 中报的爆出以后很多震惊 国家队已经开始买了局部的创业蓝筹 所以的话我想多头主力已经在这里敢于伸手的话 我觉得这里底部差不多已经到来了 确实从指数的角度来讲 本身是慢慢在走枪的过程中间 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随着超级主力介入创业板股票 也说明一些股票的投资价值已经被超级主力所认可了 老林跟我们讲讲 对这个阶段的节奏怎么看 我今天带了张图 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正好冲出了这根上轨 现在又被拉回了这个通道里面 上周我也说这个八月份 特别是上半个月 市场需要在这儿进行一次修整 我觉得这种修整的空间 大概在3330到3000 你这张图是上证50还是上证指数 好像上证指数的指数 是上证指数的 上证指数的时候是 所以说我觉得调也调不深 100点左右的空间 如果从3305开始算起来 最多调到320 我个人倾向在这儿横向再整理一段时间 大概还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 才能够全面完成这种涨幅 但是在今年这个行情 比较特殊的是什么 我回顾了一下 3月份最好的板块是次星股 你看它在反弹过程当中 有戏没戏 4月份5月份最大的板块是雄安新区 这波上涨也跟它没有关系 那么6月份开始 医药股又抓住了一批人 7月份我自己看了看 前段时间的家电这些龙头 其实已经注定开始了 直到这两天保险也注定了 煤炭有色它也在注定了 其实今年的行情 这个节奏轮动的速度相当快 基本上面每个月都有热点 而且每个月甚至都有两个热点 支撑的指数轮番在这样走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上阵指数这一轮从5月底的上涨 整个的在最近几年的K线图上面走得这么强劲 应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 我个人觉得在这一旦修整完成以后 准备冲顶 还能延续 对 最终可以化解掉这个三重顶 甚至有可能是双重底向上突破 创业板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反弹 但是它整个反弹的过程 它可能采用的不是单边下跌 是横向震荡注定 主要的任务还是做上证指数 主要关注的还是上证50指数 跟护生300和上证指数 创业板你可以参与一些 有资金量进去的公司 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资金量进去的股票 它有可能在一两个月之内 就有比较好的获利空间 资金量不进来的股票 甚至趴两个月连动都不动 很正常 老林先跟我们讲讲 上证指数未来如果上行的一个节奏 到底是延续这样一个通道 缓慢震荡上行 还是说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加速 你怎么看的 我认为这边需要一定时间的修正 我把整个从3016 3022的这轮 还是认为是鼻浪当中的一次反弹 大鼻浪反弹 对 但是这是如果我判断的没有错误的话 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反弹了 所以说做好最后一次反弹 其实是很强劲的反弹 下次节目我带一张图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2001年到2005年的熊市 当初在鼻浪的最后一波曾经出现过一次 超级的加速反弹 形成了1783的头部 我认为这次的反弹很像当年的反弹 理由是什么 因为这次反弹是从2638开始的 好像走到现在 已经整整走了一年半都超过了 类似这么长的鼻浪反弹 历史上在熊市当中只出现过一次 就是2001年的下跌过程当中 在2002年到2004年的过程当中 也有过两年多的一次鼻浪反弹 所以说那次鼻浪反弹 是很值得我们今天来做借鉴的 所以说我倾向于这次的上涨 可能后期经过8月份的洗盘以后 9月份可能进入一个加速度 而这个加速度是去冲击3301 3295 包括这次的高点3305的 你的高点是达到多少 我认为可以达到3500 甚至再高一点都没问题 3500甚至再高一点 对 大于等于3500了 是的 来 哥借 今天要轮到你 跟我们两位嘉宾 来点评一下他们的观点 好的 刚才听了他们两位的观点之后 我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跟他们有些类似的 就是说短期基本上都是有一个调整的预期 这个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观点 那么在这个里边 我有自己的看法是在3290到3300 这个地方是作为一个参考的压力带的 那么这个地方是作为操作上的一个 主动性的一个卖出的一个位置 目前来讲 我暂时不把它定义到哪个地方去 但是首先肯定它有一个调整的预期 那么这个调整的预期 我是把它这个3250作为一个被动的一个指引位 那么也就是说在3250下破的话 是需要做落贷的 那么这个落贷是针对之后的一个回补的需求 就是说我落贷之后要保持自己的一个主动性 流出机动资金以后 以后可以去回补 那么这个回调的这个预期 实际上我也给了一些参考的一个位置 那么其中3250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在下边是3200 3150到3160也是一个参考的支撑带 那么最后的一个重点的位置是在308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波回落的话 那强支撑我是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不去管它 到底走哪个地方才能就能支撑住 那么我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回调的一个预期 你不做主观的预判 但是你在操作上面做了相应的调整 也就在这种关键的主力位的地方 我先检查退下来看一看 主力攻上去了我再跟进去 如果主力不攻我先观望一下 去规避一些短线的风险 是的这是对于上证指数来看的 创业版怎么看呢 那么创业版实际上他们二位的看法 也有点相似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 这个止跌其稳反弹预期的这么一个状态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说七大指数你去看 除了创业版指数以外的 其他六大指数全都是在MACD是零轴的上方 也就是说他们只有创业版指数 目前MACD还是处在零轴的一个下方的位置 相对落实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最弱的一个指数 那么对于它来讲我个人看法 它是有一个向零轴上方靠近的一个需求的 那么也就是说对后续的一个研判的话 市场研判我一直是大的趋势是看多的 所以说将来有一个比较大的行情 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这个大的行情有个前提 它七大指数必须要同步的一个节奏 那么就目前来讲 这个同步的节奏还没有构成这个震荡 没有形成共振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边还是存在一个 就是差异化的一个走势 那么也就是说创业版可能会延续一定的反弹 其他可能会震荡休整 好的 非常感谢产业嘉宾 对大盘指数的一个具体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联系的环节 今天我们联系的嘉宾是 谭古龙金嘉宾刘孝天 请他来跟我们谈谈 他对目前市场的一个具体看法 小六你好 好的主持人 由于近期热点周期银行业板块 已经开始了慢慢的调整 所以大盘也就会逐渐进入调整的周期 在调整周期当中 银行和保险两大板块 也就会决定上证指数的走向 今天就是这样 由于今天下午 银行和保险两大板块 集中出现反弹行情 今天大盘也就成功的 收出了一个深微反弹的 这么一个走势 那么后期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 保险和银行两大板块 下面我还有这个比较看好的 一个黄金概念的一个板块 大家可以看PPT 黄金概念板块 已经突破了周线级别的长期压力 这个压力线已经长达56周 也就是一年左右 且近期美元走势相当的疲弱 黄金有上涨的空间和理由 一旦黄金期货那边 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上涨的走势 那么我们的这个黄金股 肯定会有这么一个 一个集中性的表现 而且大家可以看这个技术层面 周期级别 周线级别 MACD配合很好 有酝酿波段行情的可能 短期调整后可风低吸纳 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 今天在大盘出现调整的走势之后 我们的黄金板块是20加涨 仅有7加跌 所以说黄金板块在整体的走势当中 还是相当强势的 以上这是我为大家带来的个人看法 好的 主持人 好的 看到小刘还是比较关注黄金板块 我们注意到今天 虽然指数在下载的过程中间 但是一些热门的板块 还是有很多表现 所以这个阶段 我们基本上有一个一致性的预期 就是指数有没有系统性的风险呢 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系统性的风险 既然指数没有系统性的风险 那么今天市场的热点在哪里 还是有很多的板块和个股 在乘出不穷的表现 我们注意到今天 航空公司板块起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阶段 人民币的升值 美元的贬值 航空公司他买飞机是美元贷款的 如果美元贬值的话 对他来说 他的财务负担就下降了 所以对航空公司 美元贬值是一种利好的现象 所以今天航空公司板块也起来了 包括刚才小刘讲的黄金板块也起来了 有关板块的热点 跟江云讨论一下 您比较看好什么样的板块呢 我是分两块 主板这块我是看好的是 还是依然是涨价概念中的 补涨品种和以及补涨的扩散效应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轮我们是涨价概念为主线 之前涨的是墨烯钢铁煤炭 但是还有好多小金属没有涨 包括现在最近又很火热 什么天然气 液氧都开始涨 当然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些扩散效应 所以一提到有涨价概念的消息 立马相关的股票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有余热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方面比较难把握 所以一定要有相关的基本面的支持 和你对消息面的了解才能够把握 然后其次我觉得比较好做的现在应该是创业版的蓝筹 因为最近不断的有公布中报 而且有震惊持股越来越多的这种消息 我相当于之前有两家已经公布的 但是之后被证委了 但是后面又陆续的公布 我相信对于这方面消息的逐渐增多 这一块有可能成为下一波的主线 创业版中的主线 当然我们要从中挑选优质的个股 不是所有的创业版公司都能找 确实 还是这个老的观念 这个阶段就是选对个股才能获得超额收益 选不对个股照样会带来亏损 从指数的了度来讲 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但是个股的分化是非常明显的 老林又跟我们讲讲 这个阶段关注什么样的板块呢 我从基本面上来说我对板块的认识 就是梅菲色舞的上涨 我个人觉得其实在去年 我们中央提出就是央企改革 其实是两条路 第一条路叫攻击侧结构性改革 煤炭有色这个涨价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把产能给去掉了 那么产能去掉 那余下来的这些人家是不是就代表着 等于说原来这口饭是十个人吃 现在干掉三个人 只有七个人吃了 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原来过度的跌的价格 让它涨回去一点 所以说形成了今年的这个涨价 价格稳定了 对了 但我问你我们要深度分析这个问题 还能持续多久 我认为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已经见顶了 梅菲色舞就在这个月的月初 大家可以看到成交量的巨放 其实就是见顶了 因为这种巨放 五月份曾经出现在熊安新区上面 三月份曾经出现在次行股上面 它们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不能有量的 没有量可以一直涨 哪一天量放得太过头了 那么基本上就倒顶了 好 下一个问题 现在是巨量倒顶了 那倒顶之后 还是跌回原来的地方吗 熊安新区就跌回原来的地方 这些个股 它的这个不是题材 它更多的是业绩 熊安新区是题材 它哪里来哪里去 有业绩它就跌的少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业绩是刚需的 那么这里面引申出国企改革 其实是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条路就是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 现在的领头羊停牌了 而且这个领头羊 一个月之内百分百要复牌的 临近复牌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如果一旦复牌 就会带动整个 就是我们说的护身300 如果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掉 把上征武林指数去掉 我可以告诉你 有很多行业 不是国家命卖的 完全可以大股东是国有的 完全可以让一部分出去 让给这些民营企业 让民营企业去盘活这个存量 所以说 我觉得混合所有制改造 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龙头 那么是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 混合所有制改造 就是二线难筹 就是这些周期的板块 我觉得混合所有制改造 绝对不是梅肥社 因为梅肥社 是不能做混合所有制改造 我指的混合所有制改造 是一些根本不关心到 我们经济生活的这些 普通的行业 商贸零售 这种整个的一个基础建设 完全可以推向市场化竞争的 对 完全可以推向市场化 因为这些不是国家的命脉 包括铁路 它完全都可以搞 这个混合所有制经济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那么这是国有企业的 那民营企业干嘛呢 民营企业就是完全市场经济 让你们去竞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行业已经出现什么 叫做行业集中度提高 行业集中度提高 就会带来龙头板块 龙头板块就一家 没有两家的就一家 这一家人家 通过整个的行业集中度 今天如果股价还没有表现 那么余下来的 今天下半年 还有好几个月 都是表现的机会 我觉得顺着这两条主线 你去找还没有涨的 我把它范围框在 护生300里面 这样的话目标就小很多了 你把前面的那个 上证50涨过的 煤肥社五涨过的 全贴出护生300 余下来你看看 这些股票是不是都是 国有的 可以做混合所有制的 或者是民营的龙头的 那么在这里面 找没有涨的公司 结合你的锦囊 再跟我们讲讲 实际的操作情况 我觉得我现在的锦囊 采用的就是 潜伏在这种 两条主线上面 两条主线上面 这个商贸股 为什么潜伏 其实就是判断 它有可能 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 机械设备 其实就是 我说的行业集中度提高 所带来的 整个的 本身行业回暖了 再加上行业集中度提高 势必至于业绩提高 这个机械设备 是呼声300的标的股 呼声300的标的股 那个商贸也是 呼声300的标的股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现在的 因为现在热点赚得很快 它等于说每个月都有热点 你与其去小仓位的 追热点 吃当中一段 还不如你大仓位就 埋伏在里面 因为它整个行情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 众生挖掘阶段 为什么指 个股出现了很多下跌 但是指数为什么不跌 我觉得其实 还是有一定的说法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一定是 要坚定的 持有那些 没有涨的公司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 每一次回调 恰巧是后面那波板块 略微启动的时候 大家回过头去看看 上证武林 是什么时候启动的 根本不是 是在雄安心区 炒得热火朝天 而指数正在下跌的 过程当中 第一波上证武林 全跌完了 后面从5月初 他们上证武林 就已经开始涨了 后面的5月下旬的调整 跟上证武林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现在的 下一轮的热点 它就是在这一轮的 调整当中产生的 所以说密切要关注 就在最近8月中上旬 左右 如果调整的时候 有个别的 没有炒作的板块 如果启动的话 它就是有可能是 9月份的领头羊 甚至是4月份的领头羊 好的 再跟我们讲讲 第二个那个探宝剂 探宝剂的一个 配置的逻辑是什么 探宝剂的这个 好像做的这个图 有点错误了 其实探宝剂 我也配了一个商贸的 还有上周五 我换了一个文化概念 其实也是抓住题材 希望能够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短线机会 因为探宝剂 我更加的侧重于 可能是中短线 而寻宝剂 我可能是以中长线为主 好的 哥姐跟我们两位嘉宾的板块的配置点评一下 好的 实际上通过他们两个讲解 可以体会到一个特点 就说实际上现在市场可操作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就看你每个人是往哪个方向去挖掘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现在要先认清市场的一个特点 目前现在整个市场的运作特点 它是一个多头阻力战舰的一个打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是集中优势兵力 就是短期的一个集中一个板块 或者是某两个板块的这么一个集中攻击 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快速的在这个里边产生一个快速盈利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投资者所需要做的是尽量的去跟随这个阻力的多头战舰 那么我自己看好这个板块 实际上短期我是有两个内容 一个就是资源类的东西 大家也知道很多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 做短期头部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里边还有两个内容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挖掘 一个就是 你是做期货的 对不对 我们这个阶段跟大家介绍的是 你只要看期货品种 期货的铁矿石 焦煤焦炭 它的一个价格涨幅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股票这一块可能也不会改变趋势 那么从您的角度来讲 您认为这些周期内的商品 商品的价格的趋势 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商品的趋势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已经进入了一个主升的一个状态 就是已经进入多头状态 但是这个节奏是有不同的 那么有一些比如说黑色类的 我觉得它短期涨幅有点过猛 那么有可能会做一定的修整 那么我刚才说了一半 就是里边有一个内容 就是贵金属的一个内容 那么贵金属题材我个人觉得短期是可以加以重视重点关注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资源类里边有一个水泥建材 也是能沾点边吧 就是那么我觉得它这个内容也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炒作热点 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作为跟踪交易的 那么其他呢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亮酒 大家知道亮酒近期走得非常强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里边的个股 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亮酒为什么它能这么强 它里边的个股实际上有很多处在一个补涨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边对于个股的运作也是可以加以关注的 所以短期我觉得这几个可以作为一个重点 非常感谢场内的嘉宾 有关板块热点的一个把握和分享 好的等一下回来之后呢 我们今天要请隔节在股市聊聊吧的环节 跟我们讲讲逆向思维的一个盈利的战法 不要走开 这个时间段马上回来 马上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评论员葛建盈 请他带来股市聊聊吧 大家好 今天股市聊聊吧 我为大家带来一个逆向思维这么一个盈利的一个战法 所谓的逆向思维呢 实际上大家知道是一个求意的一个思维 它就是对司空见惯的似乎已经形成定论的事物观点 反过来思考的一种思维方法 那么如果把它应用在这个投资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不同寻常的一些方法 那么比如说逆向分析法 逆向交易 逆向执行和逆向确认 以及逆向纠错的一些不同的方法 那么为什么会把它放到这么一个逆向思维的角度上呢 我们先来把它做一个可行性的分析 如果在股市中怎么样能够得到一定的确认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股市投资里边 成功的比例一般遵循的是1比2比7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一赢二平七亏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方法反过来思想的话 那么是不是能够提高我们的盈利比例呢 这是第一 第二点呢 就是说投资者我们知道在投资市场里边 我们追寻的是一个低买高卖 追求盈利的一个方式方法 那么可是往往在这个低的时候 就是越低的时候 现实里面表现出来的是 在低位的时候大家却不敢买 那么在高位的时候呢 却不愿意卖 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状态 那么具体的操作的时候呢 就会往往形成一个在高位的时候 疯狂的追涨的这么追买 在低位的时候呢 却出现了一个恐慌性的追卖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形成了一个亏损的一个常态 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常态的一个状态 反向思维的话 那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盈利的状态 那么今天呢就从这两个角度呢 来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下边我们可以看一个实例啊 怎么样能够把它形成一个逆向思维的一个方式方法 那么在这张图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系列的一个下跌的一个阶段 和几个上涨的一个阶段 三个下跌的阶段 三个上涨的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运作呢 在通常的情况下 当它下跌的时候 我们想的总是在一直在想买买 什么时候买这么一个思路 那么如果我们用逆向思维的方法 在它下跌的时候 我们要跟随一个顺势而为的思路的话 那么就会我们一直在它下跌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在问自己是不是还要卖 那么就是说一直在卖 卖还是不卖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直在卖 在卖的这么一个问题的回答的过程中 一直达到一个我不想卖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往往就是我们要大举进场的一个状态 就是重拳出击的一个状态 同样我们在上涨的过程中 正常的情况下 一般都会是越涨 你会越想卖 那么但是呢 我们从逆向思维的角度 我们在上涨的时候 我们一路的要买 那么当我们一直到达了不想买的时候 那么这就是我们落袋的时候 所以说整个的方法 就是说把正常的一个思路 把它反向的一个考虑 这样的话就能够弥补 我们在操作和思维上的一些欠缺 那么这样能够形成一个 更好的盈利的一个状态 这两年的一个运行节制 不像以前 以前会有大牛市 天天涨 涨不停 大家觉得赚钱非常容易 这个阶段 这一年半以来 事实上赚钱并不是那么容易 非常感谢葛姐 给我们分享的非常精彩的 聊聊话内容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小板块 微信点一点看 好 就到了微信连连看的时间了 如果说到最近市场 哪个板块个股最受关注 那一定就是周期类个股了 那么对于周期类的股票 未来的走势 咱们小散们也做出了分析 来看看大伙都怎么说 优桑97说了 周期类股与早前的上阵50一样 也是板块内轮动 追着做会很累 选好个股等轮动 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YJJ说我觉得市场的热点 应该在下周切换 我觉得周期类股的基本面 不支持它的长时间的上涨 风轻扬说了感觉 周期类股一开始是主力在做 随后是油资在做 而现在应该快进入到了收割期了 小散们要当心了 不知道您更同意哪位观众的留言呢 您现在又是否持有周期类的个股呢 不妨将您的观点和判断 通过微信的方式分享给我们 那以下我们看看杨靖农 又关注到了哪些观众朋友的精彩留言 好的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在平台上有个投票 题目是市场惊魂一跳之中 您看到的是机会还是风险呢 认为看到的是机会只占了47% 认为看到的是风险占了53% 从这个阶段 事实上已经持续了挺长时间了 我们看到个人投资者对市场 还是比一个比较偏谨慎的态度 虽然指数是震荡上行 虽然这个涨幅并不大 但是个人投资者始终对这个市场 经过我们大数据的累计的分析 我们发现个人投资者对这个市场 还是一个持续的偏谨慎的态度 显然很多情况下 大家确实是摸不着这个市场 目前的运行节奏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虽然每天涨的股票不少 但是你能把握住吗 确实是有很大的难度 今天有朋友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有位朋友是山水乐鱼 也是老朋友 他说今天下错真惊险 从我对他这个留言 这首诗的理解来看 他是认为主力是有出逃的迹象 只是破位之后 好像不好意思了再拉回去了 事实上主力是在想出逃的概念 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有位朋友叫英雄无敌 他说因外围股市利空和不确定的因素增多 股市短期调整的压力加大 逢高减仓为宜 老法师18 他说大盘回调不会很深 只是把过高的技术指标修复下来 这样行情才能走得更远 这波行情涨的股票都是小散 不太喜欢的股票 接下来要关注电力板块 为什么要关注电力板块呢 我们都知道煤炭在涨价 电力的获利空间被压缩了 关注电力板块的逻辑和理由 基本面的理由是什么呢 欢迎老朋友 老法师18 给我们做深度的互动交流 等一下回来之后 我们仍然要在明日抢消报中间 用股指期货的角度来看看 空头主力是怎么看 今天这个回调的 他加大力度打压了吗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接下来跟随杨静农进入到 我们非常期待的明日抢先报 来听一听他对于明天 A股各大指数的最新研判 明日抢先报 我们首先来看看 上阵指数的日K线图 上阵指数的日K线图显示 均线是多头的排列 震荡上行的态势 但是目前 为什么我们不说有序排列的呢 因为今天五天线和十天线又构成 死亡交叉的迹象已经出现了 放量下跌 今天是放量下跌 说明筹码还不太稳定 上午的成交量 在下跌的过程中间 成交量还是比较大的 说明这个地方 今天上午是1481个亿 昨天上午是1306亿 说明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 主动性的抛盘 这个抛盘来自下面的大量的获利盘 以及上档的套牢盘 解套之后 它也要了结 所以短期是一个继续震荡整顾的走势 短期重要的控制位在哪里呢 是在3243点 就是周一的最低点 所以这个阶段 虽然我们主观的判断 还是看好的 偏谨慎乐观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还是要给大家系上一根保险带 如果有效跌破3243点 那么上证指数的一个短期的头部 就形成了 你也要知道 即时的减仓 以规避短线的风险 中线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这个角度供大家参考 另外呢 今天我们所见说了 今天一定要涨的 不涨的话 MSD要死差了 那么今天事实上没有涨 没有涨 MSD就死差 在这边死亡交叉了 所以短线就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所以要做多 还是一个逢低做多的格局 从上证50的角度来讲 我们看到上证50 到了非常关键的位置 今天收在2611 没有有效跌破 这个地方的2610 所以均线短线是无序的排列 震荡整理的格局 重要的短期控制位 2610尚未跌破 但如果一旦有效的跌破 你就要知道 要及时的减仓离仓 股指期货显示呢 上证50虽然走得很弱 但它今天只是加了280 昨天减了255手 这种都是一种短线交易的 跟风者的一种迹象 阻力并没有刻意要打压 做空的迹象 并不明显 所以阻力 空头阻力 短线阻击 这只是短线阻击 回调的空间有限 所以还是一个持股待涨的格局 注意2610 这个关键的位置 千万不能破 千万不能有效破 有效破 你要适当的减仓离仓 我们来看 上证50之后呢 忽生300 忽生300 目前也是均线无需排列 正当整理的格局 但是忽生300 显然比上证50要强很多了 没有根本就没有威胁到 前面这个低点 它的短期的重要支撑位 控制点就在周一的最低点 3689点 目前它的MACD是开口下行的 也是短线正当整理 继续消化的格局 股指期货显示 它的总数 时长总数大幅增加了 1325手 这个是非常不同寻常的走势 这种加仓 说明有机构 对近期的二线蓝策股 或者对周期类的板块 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这个特点 这个对数据的解读 供大家参考 空头阻力强力阻击 近期主要做空的动力 这是近期主要做空的动力 所在观望为主 我们再来看看 创业板的情况 从创业板的角度来讲 均线无序排列 震荡整理的格局 短期重要的支撑位在 五日线1746点 MACD指标 是开口下行的 上行的 但在零走下方 还是一个弱势反弹的格局 中正500的估值期货 增加了603手 也是空头阻力 短线阻击 震荡上行的走势 逢低做多 从明日抢先报中间 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是 短期还是偏 谨慎乐观的 明天很有可能是一个 探底回升的走势 供大家参考 等一下回来之后 我们要进入 有看透来乐的板块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要请出 有看透的讲师 运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 为我们梳理一下 今天的热门板块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参与有看透 来乐的板块的互动交流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小龙 好的 大家晚上好 我是图小龙 在上周五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有机会创新高的 一个品种的机会 今天的话 将会以这个品种 告诉大家 如何通过简单的方法 去抓住那些 叙事上涨的品种 如果是你也喜欢 做短线波段的话 那么这个方法 就会非常的适合你 大家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来参与 今天做短线热点的 交流性机会 来我们具体看一下 请看到下一张PPT 在上周五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铁路运输板块 我们先从基本面 先看一下 首先的话 铁路混改的话 将会加速落地 同时它是邀请 民营资本受邀 参与铁路的万亿级的混改 这些的话 将会在下半年 是持续发酵 我们再从走势结构 来看一下 大家重点关注 红色方框的一个走势 这里的走势的话 是经过两次下探 MACD黄白线 也是均出现 回踩零轴不破 同时以时间对称性来看 每次回踩 都是经过11个交日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二次回踩 MACD零轴 随后出现了 黄白线均扎向上 就是以突破新高 为首要的一个目标 那么为什么 我们在做之前的话 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品种 有机会呢 下一张图 大家就会一目了然 来我们具体看一下 请看到下一张PUT 首先这是铁路运输板块 近段时间的一个走势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按照走势 MACD的话 再次出现了回踩零轴 同时的话 它在下探的过程中 经过的一个周期的话 也是差不多 那么一旦这里的话 MACD黄白线 再次出现 均差向上的话 那么就是接下来 以突破前高 为首要的目标 大家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奥运码 近年的话 板块是这样选 其实个股的话 也一样可以利用起来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奥运码 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这样的方法的细节 那当然这个板块的话 如果是有进一步上涨的 一个动能的话 那么表示 这个板块下 肯定有一些强势的品种 那我们如何选择 来请看到下一张PPT 首先的话 我们基于就是选择一些 目前正处于上升趋势的品种 我们通过买卖平谱指标 也能够看到 目前正处于红色的强势状态 同时超级资金线 保持向上的一个趋势 如果这样的一些品种的话 保持一个震荡向上的话 那么它在整体板块 没有创出新高之前 我们都是值得 进一步的保持关注 大家的话 千万不要等到指数 已经创出新高了 板块指数创新高 您再去关注 再去追涨 那或许又更晚了 好的 今天的话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基隆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还跟家运讨论一下 这个阶段 你的总仓位是多少 然后里面的行业板块的配置 比例是什么样 我总仓位大概在九成以上 九成以上 但是我就是分别布局了一些 我基本都布局了创蓝筹 但是我分了几个买入 然后我都是买一些 有资金已经进去的 而且明显已经底部突破的一些股票 就是我是效仿 这波主板的涨价品种 就是遵循强者很强的原则 因为我觉得最近可能资金不太够 就你可能不买龙头 买龙二可能也挣不到钱 所以要打就打龙头 选择个股非常重要 对 老林跟我们讲讲 刚才你锦囊的配置 300股票 这么多股票 为什么选这两个呢 机械股盯着美国那个 道琼斯三菱指数里面 那个龙头板块 那个个股在两周前 创出历史新高 我认为随着美国 可能会宣布5000亿美金的 这个基础建设 对国内的这些工程机械板块 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商业股潜伏的目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因为这家公司 本身处于很简单的 普通的这种商贸 如果再不转型 已经来不及了 这种传统性的行业 很容易进行 混合所有制改造 一旦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 市场上面 这种又是崭新的一个热点 那么会有很多想象力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